新大楼林立人口飞速成长 高雄凤山的华凤特区发展迅速 从四年前的九千多人到现在已经突破了一万两千人 正为凤山区的第二大里 但这里与牛潮普工业区仅仅相隔一条街 市场有大车进入十米宽的窄小道路 当地里长实在相当担心居民安全 凤山区正北里现在目前人口是为一万两千多人 五千八百多人 在三年近四年增长了快三千人左右 因为人口数增多 行车也增多 大行车也增多 为了避免行车的危险 所以我们就昨天有跟教徒会刊 说进了那个北衔街 就文龙东西跟立行路这段 禁止十五吨以上的大型货车进入 里长要求市府交通局禁止十五吨以上的大型车进入社区 因为大车在转弯的时候有内轮差 很可能会造成人车闪避不及发生重大意外 里长未雨筹谋 希望交通局能够重视地方民意 因为大楼对面就是工业地 也是工业区 当然这次进的地方 对面有三间工厂 三间工厂是因为他们都小型车辆 大小型的货车 三吨半的最多到九吨多的 所以不影响他们的出入 山东社区型大楼在这边 也不希望说有二十五吨的或者连接车进入 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六十度的大转弯 转弯一定会压到对面线 反而会造成对面来车的危险性 北闲街禁止15吨以上大车进入 并且设置禁止标志提醒民众 在公告两个月之后 警方就会正式开始取缔违规车辆 以保障地方居民的安全 正被里人口不断成长 新大楼盖好之后 预计还会再增加一至两千人 因此里长更是肩负守护居民安全的使命 滚动是调整地方的交通规则 记者欢迎跟林嘉义各有相报道